我知道对于很多影视作品的续作 大家通常都保持嗤之以鼻的态度 可我好像是个例外 数猫宝贝第二部 还珠格格第三部 还有现在的博人传 我都能找断全身 因为我非常乐意看到剧中那些角色的成长变化 从寻孩子到大叔 从少女到家庭主妇 不管最后的结果是好是坏 我都抱以期待 本期视频就来聊聊凑活影到博人传 变成妈妈的几位角色吧 看看他们现在的心境和生活都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几位妈妈中 楚天是最早完婚的 他在19岁时就如愿以偿的嫁给了名人 更年就生下了博人 22岁时又在田一女 也因接连身子 让楚天无暇在投身的工作中 他的人者生涯也止不于中人 价值博人传的时代比较太平 对人者的需求并不是很大 所以即便有活影夫人在就业的先例 楚天也没有必要再出任务了 并且以楚天的性格 如果不是身在日向家 他可能从一开始就不会选择人者这份职业吧 安心在家相夫教子也为常不可 从养尊处优的大小姐 到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家庭主妇 看得出来楚天也乐在其中 在孩子的教育上 楚天也没有给过他们压力 两个孩子虽得身份贵重 被家族寄予后望 但楚天认为孩子的未来 该由他们自己决定 做家长的应该予以尊重 不过在楚天的心中 名人的分量应该是要大于两个孩子的 也才有了他再一次的分不顾身 现在的婚姻观不是在倡导 不能因为有了孩子而减少对另一般的爱吗 父亲恩爱和顺在先 孩子的成长方才积极向阳 要说因博人赚受益的老人者 那小英应该要算一个 没了年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感情纠葛 也就挑不出小英什么毛病了 现在的小英成了木业医院的负责人之一 就死不伤 教学授课是她工作的主要内容 虽身居高位 可小英家却不算太富裕 母女俩时常会因物价上涨而烦恼 贷款埋的别墅也因她一时冲动被毁坏 一家子不得不搬进了公寓 没有住进一直播家的旧宅 可能是觉得太晦气了吧 可不敢胡说 由于佐助常年在外执行任务 夫妻俩居少离多 这段婚姻也自然不被大家看好 甚至还受到过女儿的质疑 可小英对此并没有任何怨言 但能理解佐助的不义 佐助也能回应小英的期待 即便两人天各一方也是一心同体 今夜可能是现在所有小仙女的榜样吧 事业有成生活美满 家庭地位还高 不仅儿子跟她姓 丈夫也要跟她姓 妥妥的人生赢家 今夜从小就是严控 虽然到头来没有追到佐助 但也没有就此降低择偶标准 从结果来看 佐助明显要比佐助能更好的 胜任丈夫这一角色 温柔又体贴 会帮着景夜做家务 结婚多年还能说说散话 逗景也开心 谁能拒绝得了一个暖男呢 四战后 今夜一手将木叶崩坏的感知系统 重新建立了起来 应得了大家的尊重 也成了感知部队的负责人 即便在博人转时代 他也靠着那不可替代的新传生之术 助力着迷人他们 而这份工作很多时候 他甚至是在自家的花店里顺便完成的 都不知道卖花和人者 哪个是他的主业 哪个是副业 在孩子的教育上 他没有因为要延续家族荣耀 去强迫景正学习山中一族的秘书 他觉得做好身为母亲 应该做的就行了 孩子会长成什么样 顺其自然就好 而今夜最让我佩服的就是他的爱情观 佐助虽是他的初恋 可他却拿得起放得下 不会因为没有和佐助走到一起 就不好意思和佐助碰面 处处躲着他 也不会因为自己曾和小英抢过佐助 就避讳在小英面前提起佐助 他可以在大街上大打方方的和佐助打招呼 也可以津津有味的听着小英聊起他俩的爱情故事 还可以八卦一下小英和佐助的闺房密室 没有什么是好避讳的 爱情这东西是我的就是我的 不是我的我也能坦然放下 手剧在三岁时 母亲加流罗就在生下无碍罗后去世了 所以手剧也不太清楚要如何扮演好母亲这一角色 但从下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心 让手剧变得碍事是操心 也因此他对孩子的管教会比其他几位妈妈都要严格 拳脚相加那是家常便饭 在家中端茶道水起一做饭的活他都干着 但不妨碍他是家庭地位最高的那位 在家是女王在外游会给足丈夫面子 经常巴巴的跑去办公室给鲁碗送饭 非常懂得育夫知道 嫁到木页后 手剧平日出了看看书 和姐妹们和和下午茶 还经常指导后辈们修行 甚至在木页人手不够时 还会以木页人者的身份去执行任务 虽然远家木页 可手剧依然和两个弟弟保持着密切联系 时尚带着露台回娘家探亲 他这一辈子注定是要围着这四个男人转的 比起上面几位妈妈 卡路易的婚后生活就有点不尽如意了 他又明显被灰英寸残成黄脸婆的迹象 年轻时他曾幻想过自己的白马王子是伟大帅哥 可最后选择的却是不朽蝙蝠的丁刺 丁刺虽然温柔又体贴 对这个来之不一的妻子也爱护有加 可他糟糕的生活习惯 也确确实实给卡路易平添了不少烦恼 爹爹每次看到丁刺在沙发上抠脚打呼 妈妈却在一旁伺候撒扫时 都会替妈妈打跑不平 爹爹不止一次问过卡路易 为什么会嫁给爸爸这种男人 甚至吐槽过卡路易口味中 安本曾在采访中表示 因为卡路易的名字指一过来是轻的意思 和重量级的丁刺形成了互补 就把他俩凑成一对 并且同事外来媳妇 卡路易并没有像手机那样 和其他妈妈打成一片 也没有母凭自贵获得多少戏份 在几位妈妈中算是比较边缘化的了 要说悲惨那当说红了 红在十几岁时 他的父亲就牺牲在了九尾之乱中 本以为了和亲妹竹马的阿斯玛结成年礼 却又在孕期接到了丈夫训练子的恶号 成了寡妇 那年他才31岁 父母任意一放的缺位 都极易遭生孩子性格上的缺陷 但看到未来开朗活泼落落大方的样子 那想来红是给到了未来成辈的关爱 博人传时期的红已是47岁 热言可见的有了衰老的痕迹 但是至少身材管理的不错 没有像红豆和赵美咪那样发福 红这种情况如果放在现实生活中 身边的亲人朋友一定会劝他改嫁 不过博人传的受众毕竟打的是青少年 对于没有不如婚姻的人来说 改嫁可能就意味着不忠不准 特对爱情的背叛 不太容易被接受吧 嗯好像扯远了 从火影追到博人传 应该有不少朋友身份和上面几位一样 发生了转变 不知道你们现在活成了谁的样子 亦或是你们会希望自己的妻子 能想他们中的哪一位呢 留言来讨论一下吧